好,雅谷今天啊,其实普遍表现没有美股来的恐慌哦 因此我们的台股在封关前是不是还有机会看到万八呢 今天全职股可以说是跌得稀里哗啦 反倒是看起来又是低价小标股的天下了 能不能做一个大的波段啊 还是说我们在封关倒数前要能跑就跑 其实这个我觉得分几个角度来看 就是说让这个时间点已经来到5月1号嘛 明天5月2号然后下礼拜一就是两个交易日了嘛 所以说这个时间点再去戳一些短线的意义也不大啦 所以反而就是短线的个股 我觉得差不多是可以做一个获利了结 做一个收割的动作 我会觉得第一个这个毕竟啊 过年还是那个怎么讲 我们那个华人的重要的节日嘛 不需要在那个时间点过于太过紧张啦 因为很多人我们知道很多同学 你真的手上有股票的时候 晚上也在紧盯每股啊 盯到两三点 真的撑不住才睡觉 其实我觉得投资也不要做这么辛苦 就太累了 你说操作上面其实当然你说经过比较长的假期 确实会是比较担心 所以这段时间当然我们的那个最近的代表作 当然是神盾嘛 神盾我们从上个礼拜一 我就斩钉截铁跟大家讲我觉得航行还没完 想不到从170涨到270 然后就是短短不到两个礼拜的时间 就已经多了100块出来了 那当然有跟上的 你无论中间跟在哪一个时间点 因为我们中间持续追踪嘛 那到目前我想都是赚钱的 但是呢 今天已经被抓进去关了啦 所以我觉得可能也差不多了 可能明后天 就可以顺势做一个获利了解 不过当然其实有些人就问说 那个安国跟安格又涨停了 然后看起来真的就是很强 那可不可以再去追那个讯星或讯捷 其实客观讲我觉得是有这个机会 确实是有这个机会 因为当然今天有一个有趣的议题 应该是昨天 就说挪威的主权基金居然去买安国 其实我后来查一查挪威主权基金 是全球2023年的排名 是全球第一 它的规模是全球第一的 所以它其实也是 我们讲叫pension fund 就是退休基金 所以客观来讲 他们的养老基金 客观来讲 他们应该不会是乱买一通 客观讲是这样 所以一定知道 一定知道什么事情 就是有蹊跷 概念上是这样 所以这个地方当然你说 做一些布局来看的话 我觉得还是有机会 这是一部分 但是当然我们回到所谓的 其他比较稳健的格局 但是你看像我们讲的3036的文页 我真的 我自己也没想到 就是政府票也会做到涨停板 真的 我也不知道怎么形容自己的心情 但是OK 这个地方就是涨停了 那当然今天为什么涨停呢 昨天当然 昨天的法说会 其实法说会没有讲到什么 听起来好像很夸张的好 但是 我早上看了一个法人的报告 我觉得蛮有趣的 跟大家分享一下 大家知道它是并购加拿大商 Future Electronics 那这个地方它是花了38亿的美金 那之前有跟大家分享 这个Future Electronics 它2022年的营收是来到61亿的美元 所以简单讲 我花了38亿 买了一家年营收大概61亿的公司 光听这个数字 而且这家公司零负债 不是说有什么前坑 没有 其实没有 它是零负债的公司 那当然并购完 他们是说是双中心双主轴 类似这样的概念 但是你说中间的客户交换 等等等等 那这个部分 甚至谈品线的互补 这个部分我觉得 看起来好像真的还是 还是蛮有机会的 所以花38亿 买了这家公司 我觉得OK 然后再来我们讲 那个 法人预估的状况 估2024年的营收 可以来到29亿美金 然后获利 会来到1.9亿美金 然后2025年 会来到59亿美元 然后获利是来到3.9亿的美元 所以简单来讲 我们回到EPS 法人估计 大概是2024年 EPS9.5元 2025年可能会成长到20元 所以 看起来这个数字 就是很香 所以这个大家就可以回头去算一下 本一笔 然后算一下目标价 你可能会在哪里 所以你说今天这种状况 这种股票 也送你一根掌听板 这个只能说我们宣布的功力 有时候我们也是真的 不知道怎么 怎么 怎么佩服自己 概念上是这样 其他的部分 其实你说 像我们之前 也是持续跟大家讲 你可以报股过年的 像4933的这个邮辉 这段时间 其实我就说 其实外资 其实默默偷偷偷偷偷 买一点买一点 但是每天都在买 每天都在买 连买了多久 24 6 80 连买了10天 连买了10天 但是其实之前股价并没有什么明显的表现 但是今天也算是稍微有点大涨的样子 涨了4.71% 但是这个也是很明显 就是以前面这一段 12月下旬到1月的这一段 W底看起来 好像是有点成型的一个样子 所以这个 即使今天这样涨 但是殖利率可能也是靠近5%左右 所以你说 真的要报股过年 那其实你报一下这种股票 我觉得OK 因为他的那个营收算是稳健的成长 而且公司 这是星纤 星光纤维 他们投资的 所以原本是爸爸 去年那个传位给儿子 不能讲传位 我们讲公司自己的概念 就董事长是由儿子接任 概念是这样 那董事长出来也是说 其实今年2024年 其实没有所谓的重大的资本支出的投资 而且以过往 他们的那个整个鼓励支付率的状况 大概都是来到 大概那个平均大概来到87% 过去5年 所以最差最差 大概还配81% 是去年配81% 所以客观来讲 我会觉得 他这整个数字来看的话 其实我认为是 也是有吸引力 客观讲是这样 所以我觉得年前 真的最后两天了 那我觉得还是可以继续思考 哪一些的股票 是真的可以在年前买来报股过年 然后你能安心过年的 那这些部分 好了 讲了这些比较保守的 我们也讲个积极的 我觉得像3661的四星KY 因为神盾当然就是IP的题材 但是你说IP ASIC这一块 我认为四星还是龙头 从成长的角度来看的话 所以四星是一个指标 近期其实有很多同学 我一直推荐四星 然后大家就说 那么贵怎么买 但是我就说 其实盘中零股 好像我听到的讯息 是真的还流动性还不错 是真的还可以交易的 就是买得到的 所以我觉得其实像 事情KY这一种公司 虽然今天是挑战了四千块了 但是我个人认为 以这个走势来看的话 今年可能还大有可为 这个地方我会觉得 是往这个角度去思考 那当然其他的部分 当然很多人就会问 譬如说这个我回答一些 刚好趁年线回答一些同学的问题 有些人问我说 那个台光店 因为台光店前天大涨 昨天高档 收一根长上仪线 然后收黑K 这个如果从K线理论的话 哇那墓碑线 是不是挂了 实定了 不能再买 或者是要出厂 然后不要报股过年了 其实客观讲 我觉得以台光店的角度 其实外资过去是连四买 然后投信其实进入到1月 基本上也都是持续的买进 当然月初稍微卖了一下 但是这段时间 其实基本上是一直买 一直买 那投信的持股也来到12.93% 那跟过去相对比较低的位阶 10.76%左右 其实又默默的又多买了2%多 大概是这样 所以客观来说 这个地方 它是创高之后的拉回 创高之后的拉回 我觉得450这个位置 如果守住的话 其实我认为年后是不是有机会 我认为还是有 因为这个地方 那个包含 昨天还前天 那个 有台记者也在问我 他就说 你就可以注意 因为前天是什么 西红也涨停 我就说其实像这一种的个股 虽然 短线涨多了 但是我认为 这个是有点什么AI的外溢的效果 就是前面一段时间 你说广达技嘉等等的大涨 但是大股票涨完了 你是不是会流到所谓的相对应的这种供应链 供应链的族群 所以这一块我觉得也是一个主轴 但是你说 实际上来看的话 因为 其虹也是 其实其虹之前 我们都是比较常跟台光电比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我们说他的那个投信的持股 去年年中左右 持股都来到真的相对高档 大概两成左右的一个空间的位置 但是 后面的这一段时间 其实 投信一直在轻 轻持股 但是股价又跌不下来 就当外资回头买的时候 投信也跟着回头买 股价就持续创高了 这个地方 其实我觉得 大家可以思考这样的一个状况 就是筹码的一个变化 就是投信卖不下去 或者是外资卖不下去 卖不下去之后 那个对方 土阳对坐的时候 对方又在买 那法人在卖 股价下不去 然后回头开始买钞的时候 是不是有机会 拉出像齐宏 甚至像台光电 明明就是看起来好像要破底 要破底 结果一翻上去 结果从300块变450 变成是这样的一个格局 我觉得这个地方大概也有这样的一个思维 那当然特别 特别是 比如说像4933 我们回头讲一下它 像这一段时间 其实真的一月份以来就是一直在买一直在买 但是股价其实 外资一直在买的过程 股价没有明显的表现的时候 那我觉得反而 是不是能提供比较大的爆发力 那让过去的例子 就像2353的宏基 宏基其实在去年 飙涨的变直升机的这一段 之前我们就可以发觉 外资真的就是一直一直在买 而且大量的买 真的很明显就是大量的买 但是在大量买的过程其实股价并没有明显的波动 就忽然一放飞就起飞了 就是这样的概念 所以其实你说选一些爆股过年的 大家的思维可以是往这种角度 就是外资怎么去布局 而且外资的布局通常它会有产业的联想的能力 比如说像神盾这一段时间其实也是外资在布局 甚至像宏基其实也是 你说这段时间他们真的业绩有什么很大的起色 其实没有但是外资是怎么思考 说这个产业AIPC可能也有机会 然后股价还没动 为那量也够大 那我就默默买 买的你不知不觉 因为世界上台湾的投资人可能不会觉得说 哇宏基居然有一天会从半个月的时间 从34块涨到56块 我认为这是突破所有人的三观 所以这种就是所谓的出其不易攻其不备 但是如果我们花一点心思花一点时间 真的去细细的找的时候 我觉得可以找到这样的股票 那这种股票 那其实有些外资敢买 坦白讲你也不用怕到哪里去 像你买宏基你不会担心到宏基会不会下市 对不对概念上是这样 所以其实接下来我觉得就是思考 报股过年你要怎么去选股 怎么去找股票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概念给大家参考 好除了怎么去找这个报股过年的股票之外 刚刚提到了文业今天工上涨平嘛 那文业昨天开了法说会 其实昨天有四家大厂开法说会 包括了联发科联电友达跟文业 不过我们看到今天股价好像呈现两样型 尤其是联发科 其实法说会的财报好像还蛮不错的 但是股价今天竟然是爆量在杀 还有友达 明明说面板有付出的迹象 但是股价熄火联电也是熄火的 这个展哥又怎么解读啊 其实首先我们先从联电好了 联电 其实联电这个部分 其实你看 那个跟英特尔合作的消息 是1月25号传出来的 所以1月25号那一天 1月25号那一天 还算是大涨一根长红 但是你看传出消息 因为是晚上在美国传出来 所以隔天1月26号马上送你一根大跌 一根黑黑跳空大跌 跌了4.78% 所以简单讲 简单讲 那个以他的状况 股价就告诉你说 这个消息 其实市场不买单 概念上就是这样 那当然解释到这一个 我个人的看法 因为中间其实你说 英特尔提供厂房 因为一个晶圆厂可能动辄50亿 50到80亿 这个还可能还到120亿 我们就当50亿来计 那你说我提供厂房 然后那个联电提供技术 联电提供技术 那这样的合作 真的就是一人出一行 这个看起来好像是对的 没有问题 那到底问题在哪里 我个人的看法 我觉得他们量产的时程 居然拉在2027 我觉得这个就是见鬼了 这个为什么会这样讲 你想先进制程 现在是进到3奈米 你也许明年后年 可能往2奈米 甚至1.5奈米去前进 明年后年是什么 2025年2026年 结果联电跟英特尔合作 要推一个12奈米 跟我说要2027年量产 你听到这个 你不会倒闹吗 对不对 这就是 有点莫名其妙 这两个公司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我觉得 这听起来就是怪怪的 所以后续当然会不会是说 我先压个安全的 2027年 但是不小心我就 明年就推出了 类似这样 那当然到时候再说 但是这个地方 第一个我们要想着点 因为12奈米理论上 并不算是先进制程 如果以台积电的制程来分类的话 基本上是以7奈米以下 是算先进制程 但是当然各公司各体系 其实状况不太一样 这个我们就不多评论 但是12奈米的这一块 原则上的运用 我觉得还可能还是会比较偏向 成熟制程的这些的竞争对手 所以这个地方也反映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所谓的成熟制程 到底会不会比较大的影响 因为就我们之前 我们也跟大家分享过很多次 因为中国在这一块 它是无法取得EUV的机台 所以它并没有办法 用机主外光的技术的机台 去开发所谓的新型制程 这是有一定的困难度的 那你说真的有这么难吗 其实客观讲 这个艾斯莫有多厉害 可以举个例子 像日本的光学大厂 Canon跟Nikon 这些真的就是传统的相机大厂 都是光学大厂 其实他们要做这些设备 好像也都做不太出来 那为什么艾斯莫做得出来 这真的就是艾斯莫厉害的地方 所以现在全球它是独家 但是你说可以独家多久 我相信也不见得会多久 但是可能要花个三年五年 它可能还是独家 所以这个地方 中国看起来 他们的整个的战略方向 就是持续的推升 那个所谓的承受制程的这一块 因为生子外光的机台 其实理论值是可以做到5奈米 那实际上 我们看那个MAT60 它出来的 其实就7奈米的CPU 那这个部分看起来 确实中心也做得出来 就中国这边也做得出来 那你说 包含我们讲什么Cowars ChipLate等等相关的技术 其实我认为对于中国 是相对有利的 所以客观讲 如果我是中国 我国家的政策 那我必然什么 就是你中国 我们要用的锦片 我们要尽量的国产化 所以这一块 对于这些 你原本可能承受制程 也有中国客户的这些厂商 那我觉得都要注意 那其实昨天还前天 我在友台也在跟大家分享 你说包含像电动车的部分 不过今天当然时间不太够 我们可以早前再来跟大家聊 所以今天我们先就承受制程的这一块 那个我觉得中国的竞争 大概是不可忽视了 那个整体来看的话 你说连电目前是跌破季线 然后那个利基电跌破季线 一段时间了 而且今天又再破前低 又再破前低 你说包含像世界先进 现在也在前低附近 去做一个排回 做一个排回 所以看起来这一组 可能还是提醒大家 你要考虑报股过年的话 是不是应该要离开这一组 这个负面表列的部分 这些还是提醒大家 给大家做个参考